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1月31日 禮拜日早上的第一節 先去跟進BNO的最新情況 話說在昨天 建制派人士似乎空群出動 不斷地對BNO的反制措施提出了很多建議 使得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也要出來說一聲 就說公務員能否持有BNO 就跟反制措施不能運為一談 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看看到底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大博士 他有什麼真知卓見 他宣稱中國政府和特區政府已經表明了 不會承認BNO作為旅遊證件 故此他認為持有BNO的問題將會不復存在 但若然有公務員仍然憑借BNO申請5加1簽證 就跟宣誓效忠特區政府產生了矛盾 故此特區政府應該立即開除這些公務員 其實葛大博士所提出的這項反制建議 基本上的反制對象不是英國政府 只不過是說本地人 其實這些建議很吊詭 因為你無法反制別人的國家 你就反制自己的人民 好了 葛大博士提出的這個情況 到底有沒有可能會發生呢 即是現職公務員去申請5加1簽證 其實也有的 比如說有些公務員 他想做所謂的太空人 於是他就繼續在香港打工做他的公務員 但是他的家人就移民了去英國 又或者有些公務員他就心思思 他就想在2月23日之後 就通過手機apps的形式 來申請5加1簽證 這一類的簽證 他就沒有入境英國的時限 總之你認為什麼時候適合 要去移民英國的時候 你到時自己去就可以了 就不需要說限時限刻 限了90天這樣 所以現職公務員 都不是說沒有機會去申請5加1簽證 有很多情景他都可能會申請 問題就是 人家去申請5加1簽證的時候 葛大博士又怎知道人家申請了呢 你現在還說要反制這班公務員 你認為政府應該解僱他們 你怎樣查證得到呢 我就不知道 反正他就沒有事情想 你就喜歡想很多這些反制措施出來 你其實這麼大想頭 這麼多創意 不如想想怎樣改善民生 如果公務員 用手機apps 來申請5加1簽證 除非他自爆出來 如果不是 你都很難知道他申請了 然後葛大博士還說 下一步應該解決雙重國籍的問題 他就指出 大陸憲法列明了 不容許持有雙重國籍 但是基本法就沒有清楚地寫明有關事項 他就建議特區政府 應該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 釐清香港人是否可以繼續持有雙重國籍 而特區政府也應該全盤地檢視公職人員 司法機構人員 和金融監管機構的職員 是否應該繼續持有雙重國籍 實情他又拉到雙重國籍這個問題 我想說一件事 其實大陸政府從頭到尾都不視這個BNO是一個國籍 英國就把他當作一個國籍 當作BNO citizen 但是大陸一直都說BNO是一個旅遊證件 現在他不再視為旅遊證件的時候 這本就當作是普通的記事寶 基本上BNO和雙重國籍大纜都扔不起來 因為大陸從頭到尾都不承認這件事 所以如果你說還要解決雙重國籍問題的時候 就變成真是解決那些B.C. 即是英國公民 或者已經是入籍了其他國籍的公民 比如說拿了加籍 拿了澳籍 拿了美籍 你是變成解決那些人 所以葛大博士應該說清楚 究竟你真的想解決雙重國籍的問題 還是你想解決BNO這個問題 如果你說要解決雙重國籍這個問題的時候 很多藍絲都是會中招的 尤其是商界裏面大把人都是雙重國籍的 難道全部取締了他 是不可行的 這件事會令社會很大的動盪 然後又看看另一位立法會議員 就是工聯會的陸仲雄 他也是很有創意的 他在Facebook上面發了一條這樣的鐵文 他就說移民是個人的自由 如果有人不介意英國天寒地凍 疫情失控 經濟衰退 失業率高企 乘搭地鐵還隨時被人推下路軌 都選擇移民英國的 陸仲雄都說會祝他們的人生可以更精彩 實際上他就說到英國是衰得貼地的 你說疫情失控這件事 沒錯 疫情現在在英國也很嚴重的 但是人家都已經開始打疫苗了 人家這個約翰遜首相都已經宣佈了 三月初的時候最快的中小學就可以復課了 其實現在的個案數字已經跌得很厲害了 跌到每天一萬多兩萬宗 最高峰的時候是六萬多七萬宗的 至於說到英國天寒地凍這些 天氣的事我從來都覺得很無謂 有些人說冬天就會抑鬱 夏天會不會抑鬱呢 英國的夏天有十六個小時日照時間 你只是說冬天 這些就是半杯水的理論 你說英國現在天寒地凍 但是英國的夏天很容易癮 最多都是二十多度 空調都不用開 英國的屋是沒有冷氣的 很多都不安裝冷氣的人 去海灘玩的夏天是 小暑 所以陸仲雄這些叫做沒有東西來講 至於說經濟衰退失業率高企 現在香港的失業率還高過英國 你先顧好自己 你不要顧別人 等同於林鄭 又說英國的NHS如何如何 你先顧好香港 你作為香港的立法會議員 你顧別人做什麼 人家失業率高企 不關你的事 既然你抓人家人生可以更精彩的時候 你就很應該把那筆強積金 返還給別人 實際上有很多基層人士 他們都想移居到英國 嘗試一個新的生活 你就再給別人一筆錢 你說得已經不自在了 說得根本上好像很大方 但實際做出來的行為 是不是真的這麼大方 大家有眼見 然後又說 搭地撇分分鐘被人擁下路軌 這些只是特例 神經病 神經病 全球哪個地方都有 不就只有英國有香港也有 笨蛋 何況就是 你香港可能面對著很多問題 那個藍絲大婦被你查身份證 已經是把孩子抖出來 那英國會不會有這些情況呢 所以陸仲雄真的想像力很豐富 他還說 相信 現在大陸和特區政府的反制措施 只是第一步 我都相信是 至於說下一步會怎麼做呢 其實就應該是跟之前 那些HK01放風的一樣 就是說到當那些香港人 申請了5加1簽證之後 去到第六年真的入籍了 那就真的會取消了他的特區護照 取消了他的永久居留權 取消了他的中國籍 是去到第六年之後才發生的這些事情 我相信是會出現的這個反制措施 因為他都說了 放風出來的嘛 那些媒體 或者建制派的人士 他都說了很多次 反覆地說 我相信到最後都真的會實行 但是 現在這一批去得英國的人 他還有沒有想過回頭呢 其實回流的機會已經不是那麼大了 當然有些人可能在5加1的時間裏面 他真的做得很沒的 他要被迫回流的 只要在5加1的期間 他還沒申請入籍英國的時候 還沒拿到英籍之前 你不會取消了他的永久居留權的時候 那對那些人沒有影響的 老實說 我也不見得到 為何大陸政府會在5加1的簽證的人士 拿到英籍之前 會取消了他的中國籍 因為這樣做的時候 就變相是送本BC給這幫人 正正就是現在拿著BNO那幫人 他就是有一個中國籍在那裡 所以他就不能夠直接變為BC 那如果你忽然間說要取消了他的中國籍 那他就可以馬上申請轉為BC 那其實就不是那麼說得通 我相信沒有那麼大隻甲拿隨街跳 最後就說說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 他似乎是想為BNO議題降溫 他出席一個電台節目之後 就被問到公務員是否需要放棄 就是他現時所持有的BNO護照 聶德權就回答 外交部已經就BNO問題發出了清晰的訊息 但區政府也都已經表示了 BNO不再是作為旅遊證件和身份證明 至於公務員擁有國籍的安排 是根據基本法和香港法例現有規定進行 就不應該是將兩件事運為一談 他就說得很清楚 就是說你有沒有擁有BNO 就和反制措施就不可以運為一談 其實這些說法都應該是為議題降溫 盡量不要使得社會好像有很大的動盪 好像要迫這班公務員埋場 叫他來選擇 因為當你迫他去選擇的時候 當然有一班人就決定了 既然現在有5加1的時候 他就索性不做了 他就拿這個5加1走 其實現在大陸的反制措施 相對來說 比起之前吹出來的風就比較溫和 他無非就是可能想過度過 他也是想不要引起社會有太大的動盪 不要引起社會有太大的衝擊為主 如果不是他就可以出更辣的招數 比如說不能夠擔任公職人員 以前有些建制派都說過 提議過不少一次 但始終未見到有發生 相信背後的原因就是 不想激發這麼多人離開香港 我認為原因就是這樣 因為如果你迫那些公務員 在工作和BNO之間去二選一 可能又有一班人決定 我要保留那份BNO 那我就不做了 一定是有這些人的 哪怕數目只是很少 但是上次已經是宣誓了 宣誓的時候 有一班人肯定就是 心不甘情不怨的情況下去做 好了 如果上次又說宣誓 現在你強行叫他 要在工作和BNO之間二選一 你暫時叫他來 做這麼多抉擇的時候 當然有一班人會反感 當他這種感覺 超過了臨界點的時候 他就可能是決定辭職不做 所以我想 暫時之間就不會要求公務員 要做這麼多抉擇 上次已經是宣誓了不久 簽署那份 如果現在又叫人放棄這件 放棄那件 那實在有些人會受不了 所以我猜 葉德權他這番說話 就是要為著這件事降溫 不要引起太大的動盪為主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